OK啊 那么说完了这个MySQL事物的控制语句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刚刚呢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演示了一个错误 对吧 我订单下失败 但是呢 他还是往我的 All的Info表里面呢 去添加了一条记录 那么我不想让他添加 他不应该被加进去 我们就需要呢 把这些对MySQL数据库的操作呢 把它放在一个数里面 但是在代码里面 怎么去把它放在事物里面呢 那你注意啊 这一部分呢 就要涉及到我们将购的这个文档啊 好 那么在将购的文档上面 他有这样一个介绍啊 将购我们的1.8.2这样一个中文档 然后呢 找到他 找到他之后呢 点开找到models models这边呢 有一个高级 那么关于这个高级里面呢 介绍到我们MySQL里面的 Jungle里面 去使用MySQL的事物啊 那么怎么把一段代码里面的 SQL语句的操作 放在一个事物里面呢 这里面呢 有一个函数叫做 AutoMIC啊 那么这个函数在哪呢 这个函数在这个Transaction里面啊 所以呢 你要使用它 你就要先从DB里面呢 去导入这个Transaction啊 那么关于这段代码呢 我们要把一个函数里面的Circle语句呢 把它放在一个事物里面 你只需要用这个Transaction里面呢 AutoMIC去装饰一下你的函数啊 那么他呢 就会把你下面的这些 涉及到数据库的操作 把它放在一个数里面 那我们这边呢 目的呢 就是把这些对数据库的操作 把它呢 放到一个事物里面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呢 借助于我们的Transaction啊 怎么做 在这里面 从我们的JungleDB里面 导入它啊 From more Jungle.db Import我们的Transaction啊 然后导入它之后 对吧 我的目的呢 是把这个订单创建里面 这些涉及到数据库操作的 把它放在 把它都放在同一个事物中 那么我们就需要呢 使用Transaction里面的AutoMIC啊 对我们这个Post函函数呢 进行一个装饰啊 你只要一装饰 那么这个呢 里面涉及到的数据库的操作 它就在一个事物里面 那么要么都成功 要么都撤销啊 要么都撤销啊 OK 这里面是这个AutoMIC啊 那么结合AutoMIC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这里面这个 保存点的一个使用啊 你比如说 什么时候使用保存点呢 假如说我这个 你这样一弄的话 这里面的所有数据库的操作 都放在一个事物里面 但是假如说你写代码的话啊 你这个里面呢 对数据库的操作呢 它可能分为两段啊 两段 我回馈的时候呢 我没有必要进行完全的一个回馈 那么我就可以呢 在某一个位置呢 给它设置一个保存点 你比如说在我们这边 创建订单这个核心业务 它往下的是一个流程 对吧 我呢就可以在这边呢 给它设置一个保存点 那么怎么设置啊 看到我们这边 在代码里面设置保存点 有一个对应的函数 那么找到我们的这个 好 找到我们的这个 保存点 那么保存点这块呢 在我们设置一个保存点 是调用transaction里面的 save point啊 那么 这是叫做创建一个保存点 它就对应着我们讲的save point的命令 那么如果是保存点提交 怎么提交啊 save point的 commit 那么如果呢 是回滚到某个保存点 那是save point的 roll back啊 所以呢 在我们这边 如果我要在这个 创建订单的前面 对吧 我要是在它往订单 商品表里面啊 在往订单信息表里面 加数据之前 我们比如说这一步 不涉及到数据库操作 我们可以不用管 在它加之前 我给它设置一个 保存点啊 设置保存 点 设置我们的 事物 保存点 那么这部分的话 我们呢 就可以呢 使用这个transaction.save point 设置一个保存点 起一个名字 接下这个值 save id OK 那么 然后呢 在这里面 你比如说 对吧 这里面是设置一个保存点 你想下面 我们的这里面的 这些逻辑的判断 对吧 如果这个商品不存 那我是不是前面 这个已经执行了 对吧 执行的话 它不应该执行 所以我们呢 可以把它回滚到这个保存点位置 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些呢 就会被撤销 所以这边就可以拿写上 transaction.save point 的roll back 进行回滚 回滚到谁呢 回滚到他 所以写上一个save id 那么同样的话 比如说这些库存不足 对吧 库存不足 一样的话 也是进行一个回滚 点save point 的roll back 写上一个save id OK 那么至于这一段代码呢 我们呢 也应该把它去try except一下 就从这里面进行数据库 操作之后 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呢 把这个整段代码 拿给它写上一个try 然后呢 写上一个 except里面啊 把我们这里面只要是一个数据库操作了 好 到后面呢 这一部分注意啊 它都有数据库操作 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 缩近一下 放在我们的except里面 捕获这个异常 如果发生异常的话 那么 我们也应该呢 把它回滚到最前面的这个 位置啊 所以呢 回滚 就是transaction.save point roll back 写上一个save id 好 最终对吧 如果出错 我再给你返回一个数据 写上一个res 写上一个7 然后呢 告诉你一个错误信息 error message 写上一个下单 失败啊 下单 失败 OK 那么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最终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对它进行一个提交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提交这个事物啊 提交我们的事物 怎么做呢 transaction.save point roll commit 啊 commit 提交roll back 那是回滚 我要把这个 从save id 到我之后的 这个位置的 所有的save 语句呢 对它进行一个提交 对它进行一个提交 这里面叫transaction.save point roll save point commit 那么这个 你整体看一下 我们呢 是把这些 注意啊 把这些操作呢 都给它放在了 我们的try accept里面 如果呢 它出了异常的话 我要对它进行一个回滚 好 如果没有问题 对吧 我就直接呢 最后去提交一下 这个事物啊 让它生效 好 那么 至于在这里面的判断呢 如果你出错的话 我也是应该直接结束 我这个函数 但是在结束之前呢 我要对事物的 进行一个相应的回滚啊 让它之前的这些操作呢 都射销 好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啊 然后呢 我们就给大家去 演示一下 我们的这个 效果 那你可以呢 去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还是呢 找到这样一个东西啊 输入我们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进入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切换回我们自己的数据库 Dedfresh 写上一个这个bc18 select啊 查一下我们的这个机团啊 selecting from 我们的df这个 oder selecting from 我们的df oder 固子啊 dfgoose sq goose sq vr 那么这个 id呢 等于17 鸡腿 这个信息啊 你查一下 现在库存数变成零了 对吧 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购物车 那么对于我们刚刚的这个购物车呢 在这里面呢 它还有一个鸡腿 对吧 那我就可以呢 去点击去买它 那么你要买一件库存是零 是不是库存不足 对吧 那么按照我们加了事物之后呢 那你就你就去看一下啊 这个oldenifo表里面还有没有那一条记录啊 所以呢 这一步呢 我们先把我们之前的那个oldenifo里面信息给它删掉啊 delete 然后呢 from我们的df oldenifo啊 好 这条记录先给它删掉 这这个时候呢 它里面是空的啊 selecting from df oldenifo啊 那么这样的话 你注意它里面是空的 对吧 假如说我们这个事物成功的话 那么它的里面呢 就不应该再去加一条信息 好 那么这里面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啊 这部分的话 其实这个休眠 我们直接就可以呢 把它拿掉啊 因为它现在库存直接是不足的 你查出来就零啊 所以呢 在这里面 直接呢 去点击这样一个东西啊 点击 好 商品库存不足 对吧 说明下单失败 你下单失败 这边是不是会应该进行一个回馆 那我们去看一下啊 在我们的这边 它有没有这样一个信息 查一下 哎 有没有 对吧 这边是不是一条信息 没有对吧 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样一个事物的回馆啊 是因为它的库存不足的时候 我对它进行了一个回馆 直接回馆到 哎 这个是 MySQL里面事物的保存点 那么它之后执行的这些SQL语句呢 它呢就 被撤销了 被撤销了 OK 这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事物啊 那你注意啊 这个回馆 它是MySQL事物的回馆 它可不是说你一回馆 这个代码就回到这边了啊 是事物的一个回馆 只是撤销你之后的这些操作啊 这个代码呢 该往下走 还是往下走的啊 还是往下走的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我们给大家首先说的啊 在这里面去 在我们订单创建的时候呢 需要呢 去使用我们 MySQL里面的这个事物啊 MySQL里面的事物 把这些数据库的操作 放在同一个事物里面 要么都成功 要么都失败啊 OK 来这趟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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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